9仓和国泰代表的是香港目前困难的局面 零售死值 旅游停顿 怕的是疫情之后 香港以往的急速复原能力都不在 9仓置业刑警 预告公运值影响之下 上半年可能蚀钱 分析责分析界就说明 4月未完 8月先公布中期业绩 为什么9仓置业亏损预告会这么早呢 怎么指公运值变动这么简单 事实上 去年下半年 9仓置业公运值已是六得负数 涉及76亿 摩根士丹利估计 9仓置业旗下投资物业估值2600亿 1.5%的公运值减少 已足够令集团亏损 他们早前估计上半年的核心盈利有38亿 不过公布业绩前4个月就预警 不排除更加弊的 就在于公司预示空置率和租金下调的幅度 会朝向更加不利各方 国泰虽然未有刑警 但一早已预告上半年要亏钱 没有身价 减航班等等的指定动作之余 国泰几个星期之前亦都说明 4月整体每日在客人数 肯定不足1000 这间国际上算出名的航空公司 外界就关注 其实在于他们几年前订够的一批飞机 最终因为财政困难 要保留现金 可能要取消订单或延迟付运 早在2013年国泰以折救价钱 向波音订够一批777X 每架3亿7千万美元 整批订够合约74亿美元 现时要买同一批数目飞机 作价升至93亿美元 或者每一架4亿4千2百万 虽然是这样 但南华早报报道 国泰都研究更改合约 航空界一直流传 国泰逼于无奈之下 最终会订定 据报国泰目前考虑的方案之一 是将原油777X订单 改为转买较便宜的787Dreamlight 航空业正值近代最残酷的环境 升航早前由官方机构帮手 大幅集资变相获得拯救 而布兰森旗下澳洲维珍 就要委任临时接管人 航业现金流几乎停顿 一旦决定取消已订构的机队 既然机合情合理 但也会引起外界更加负面关注 国泰多次都未被问到 会否取消订构合约 全部都是否认 不过月前 已经将原定交付的飞机调动 由港龙代表去接收 据南华早报报道 原来国泰上个月 同中银航空租赁协议 将六甲波音777300ER 转让给对方之后 再重新租用 一共就拿到7亿美元的现金 分析师就说 由此可见 国泰现金流并不乐观 以汇丰为例 早前预估国泰上半年 涉40亿 全年要涉18亿 或者在这个时间 已经属于乐观一排 一手掌握由线新闻